本期话题 肝功能转胺霉偏高是什么原因 黄世敬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中医老年病科主任医师 转胺霉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上 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骨草转胺 一个是骨病转胺霉 那么骨病转胺霉 我们讲升高的时候 主要还是强调肝脏的损伤 通常这两个转胺霉 骨病转胺霉 骨草转胺霉 都是肝功能异常的一个标志性指标 所以这两个指标 都是在肝细胞损伤的标志 所以我们讲肝细胞 有时在线力地损伤 这两个指标高 那么常见的原因 当然第一个 那么就是肝脏疾病 如果说骨草转胺霉高 通常我们要考虑心梗的情况 当然除此以外 我们引起 引起这个转胺霉高的原因 其他还有 比如说运动过量 或者这是饮食过量 或者是比如脂肪肝 或者药物损伤 或者慢性疾病 这些都会引起 那个转胺霉升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